庶民的定義不是三級貧戶 庶民也不是叫貧戶 庶民就是等同一般老百姓 當他都退出政壇的時候 他就是一般老百姓 李嘉芬牽上火線 除了面對農舍事件 也聲援韓國瑜 你挺不挺 你挺喔 你說的喔 你說的喔 那到底挺不挺 會啦 國民黨怎麼會不挺 都已經挺你了 怎麼會不挺呢 但針對日前他接受平面訪問 說到如果可以重選 對於從政之路 他會說NO 今天面對鏡頭 他一樣沒改口 如果可以選擇 我願意留在雲林 跟大家一起相處 我會在這裡辦學 跟大家一起相處 李嘉芬會攜帶過 但寧願丈夫留鄉辦學 也不願他再踏回政壇 招人一再抹黑 他已經做他真實內心的表述了 韓國瑜聽到這番話 愣了兩秒 只表示尊重 但其實從市長選舉 到總統大選 夫妻倆報受壓力 家芬姐好 黨內初選李嘉芬陪丈夫四處徵戰 全心力挺 回頭家鄉雲林造勢 罕見情緒潰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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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孩子回頭家鄉雲林造勢 看到自己鄉雲林造勢的師債 就算有更多的委屈 也想自己看到自己的親人一樣 為了挺丈夫 再多的苦都得當作吃捕 自從韓國瑜付出政壇 刮起韓流旋風 也成為政敵攻擊的焦點 連帶韓國瑜一家 曝露在炮火中 但李嘉芬說 人生不能重來 為了人民和理想 會陪在韓國瑜身邊 繼續往前衝 這有廖文編理的家 慶張志凱雲林報導